周二 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见阿萨拜疆总统阿里耶夫时说 俄罗斯尊重其他前苏联共和国的主权 但乌克兰例外 他声称乌克兰受外国控制 普京此举立即引发美国的制裁 白宫表示 拜登将签署行政令 禁止美国人与乌东两个地区的经贸和金融活动 并制裁任何与其发生经贸关系的个人 周二 欧盟大使讨论分阶段制裁俄罗斯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二表示 乌克兰正在考虑与俄罗斯断交 周二 德国宣布暂停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的认证 正在立陶宛访问的德国国防部长 蓝布莱斯特宣布 德国将增派更多部队 英国首相约翰逊周二表示 将立即制裁俄罗斯 新唐人记者01综合报道